先順其拍下 民宅玻璃門突然一陣劇烈晃動 住戶還以為是地震全都嚇壞 往門外驚恐竄逃 這才驚覺社區發生大爆炸 感覺東西掉下來很大的一個 楊一生啊 忘了很多 因為他那個好像有傷到血管 過幾天能讓家裡搬回來住 還有人平安就好了 23號下午3點多 新北市三峽社區爆炸 時隔一天回到現場 仍然滿目瘡痍 68歲老奶奶腳被玻璃劃傷 裹著紗布心有餘悸 我一直喊喊說 前面找我 真的人家說我 我吃到70歲了 不斷我真怕死 我真的受不了這種打擊 採訪當下不斷有碎玻璃掉落 對面之后慘遭波及 門窗玻璃炸裂 社區爆炸到底是什麼 警方也要弄清楚 爆炸我力真的大 我跟你講 而且會大我一次 會大我一次 警方在引爆點 流行男子家裡的樓梯間 找到黃色粉末 花焰尾煙霧彈燃燒著殘渣 還找到鞭炮和改造手槍 宛如小型 軍火庫 現場弥漫硫磺刺鼻味 讓鄰居超傻眼 流行嫌犯是主聯邦分子 從事暴力討債 這回囤積彈藥 不排除是放藥用工具 等他清醒後繼續理清案情 不過他9月才剛完婚 這回老婆媽媽都差點賠償性命 透天別墅隊門 坐有暴力討債軍火庫 恐怕也讓居民始料未及 記者楊潔陸玉欣 採訪報道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